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一讲讲水仙的画法 水仙在花卉里它是在冬天开花的 一般是在春节左右 所以水仙花它容易给人带来节日的感觉 在外边的水仙它是长在水塘边 后来水仙主要是被人工栽培 所以人工栽培的水仙一般都要让它在春节期间开花 给人们带来节日的喜悦 水仙花的画法以双钩为主 一般大概是勾勒甜色 当然个别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莫谷的画法 我们先看一张清代石头画的水仙 这是一开侧页 它是用手磨的画法 旁边还有竹子 它这个是双钩 勾勒没有着色 后边它背景部分用这个淡的水墨呢 做了一点烘托 这一件是八大山人画的水仙 八大山人画这个水仙呢 我们看跟石涛他们基本上是同一样的水墨类的 写意的风格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的一些内容讲的 石涛呢 水分用的大 水墨韵味比较强 八大呢 作画虽然也常用水墨 但是在画水仙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用纯粹的笔勾勒 是用壳笔勾勒的 而且它的造型比石涛的造型要齐倦 我们看 石涛的这个水仙呢 画的是写实的 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形或者结构 但是八大则不一样 八大这个水仙就有造型 这也是它的一件水仙画的精品 为什么说它精品 在一个对角的构图上 八大算一取势 本来是一只画 但是它把它画成两部分 这两个叶子往这边前岛 这两个叶子往上面伸展 中间还有一个花镜 这个花镜上有一朵盛开的花 落垮呢 落在最上角 打了一方常见的那个八大山人印 所以这件作品干干净净 我们看它这个笔墨的微妙变化 这边用的墨比较浓 比较实 这边用的墨用的笔呢 比较干 比较苍 所以这边实 这边虚 这边润 这边渴 这边干 这是它微妙的变化 这几个叶子我们看了 它很像用蓝花的画法 长叶 刺长叶 再短的叶 更短的叶 所以它没有利用任何其他的东西 但它画出了水箱花 一种仙气 舒舒落落的感觉 八大用简 简的让你觉得耐看 简的有内容 这是它的过人之处 我们看 吴长硕 吴长硕虽然也崇拜八大 他也是学习他们 但是吴长硕在画水箱 它不是那种味道 在吴长硕的笔下 是繁笔的水箱 吴长硕用繁 打打用简 而且吴长硕喜欢着色 这个水箱 这个花头 它还用了白粉 由于年代的关系 造成这个粉有点反迁 它现在有点略清灰 但是这个颜色组织的 也很漂亮 它题字 明珠做花 翡翠叶 翡翠是绿的 水箱花那个绿色 它联想到翡翠 翡翠的颜色 是非常晶莹体透 碧绿 用明珠 那就是珍珠 用珍珠做花 那就是它画了花头的时候 想到珍珠 苛苛饱满 然后画叶的时候 联想到翡翠 碧绿 透明 玲珑 这是不同的画家 在画相同的题材的时候 有不同的利益 有不同的趣味 有不同的感觉 这个舒涛 这个拔大 吴长硕 都善于做事 但是相对来说 吴长硕更善于做事 拔大实际上的话 是独立驴 就一支部队 吴长硕的诗是集团句 他的这个 要用很多的笔墨 来组成一个诗 他的诗如果比喻的话 他的画呢 这个诗啊 有点像汉朝的复 排笔 他是用排笔句 而达大山人的诗呢 是属于五诀 是绿句 很精致 在他们俩有差别 还有 八大是很少着色 纯粹是 宿面朝天 水墨淡庄 石涛 这个 说着色和水墨 都有偏于水墨 吴长硕 更多的是着色 他的画 受人喜欢 当时在上海 也属于很受追捧 在民国初期 那么他的画 颜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所以他的画呢 讨俏 好看 又古又艳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区别 所以这两个 一帆一简 中国绘画 从魏晋南北朝以后 文献上记载 就有两派 一派叫疏体 一派叫密体 疏体就是比较简略的 密体呢 就是比较烦恼的 这是两大流派 那另一种说法呢 就是一派是 到唐朝 一派是水墨宣大 一派是双钩天色 一派是义笔 一派是公笔 这个公笔这一派是单轻 那么一派那边是水墨 所以 这个大的流派 即使发展到群墨民初 永远能够显示出来 我们从无常硕的绘画里 可以看出来 我们可以感觉到 现在呢 我们先画一下 画一下这个 施涛的这种画法 施涛的这个画法呢 它是农淡墨跨度相对大一些 它是用辅沟 它喜欢用伏笔 我们看 这个一般的来说 画水仙 先画叶 后天画 它画了一点水仙花这个画头 它是先用淡墨 水仙花呢 是六瓣 它这个画的这个画呢 是反面 侧面的反面 然后它下边后边 这又是另一朵画 这是一正一反 反的在前面 这个是另一朵画 我们说福建张州 说张州水仙最有名 水仙花一般的来说 它中间呢 你这个花心 石涛画这个水仙 它喜欢用这个伏笔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在俯沟 水仙花品种也不一样 有的叶子比较长 有的呢 叶子比较短 中间这个花心 这个花蕊部分 算是这样 一个小这样的东西 中间有两个花心 是这样 花脱这一部分 比较长 如果没有开花的时候 是这样 刚开 要开 这样 这是石涛的画法 它在这样的地方 有的时候 花叶这个地方 它也还会再俯沟 它都是为了提醒 它穿竹子 是正好把那个弹幕 做一个变化 丰富一下 增加一个层次 是这样 不着色的画法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还有这个花心 它这个结构 有一个蔗盖 这是石涛画法 我们看 这个石涛呢 它还有另一种画法 我们看 这是纯粹的 白苗的画法 比工笔的白苗 它勾的相对要粗糙的 这个大同小异 我们就不再勾了 大家看一看 它画的这个 这个水仙呢 有的这个叶长 有的叶短 现在人工栽培的呢 这个水仙画 就越来越卷曲 给它有造型 但是这些东西 不是特别自然 我们看这个 石涛画的另一种画 它用木骨的画法 画的水仙 它是叶子 直接用木骨 然后花道勾一下 勾勒和点叶的方法 但是这个叶子呢 跟一般的叶子不一样 我们也示范一下 先画前面这个叶子了 然后 后边这个叶子 它是一笔成 不描画 花头呢 它是勾勒 它这边 这又是一个反面的 后边这个 然后它这块呢 在这 它等于在这个地方 画了一个 藏在这的一个画头 这是花镜 花镜由这穿过来 它这还有 然后花心 这个花心呢 它一般的要 把它等得稍微重一些 好 它下面画了一点水草 不要小看这水草 这水草很见功夫 在传统画法里 水草很难画 所以这个也是石涛的 木骨法 石涛这种木骨的画法 我们就示范这么多 我们看把这个颜色 我们说 如果着色的话 水仙花一般它是白的 就一般不着色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喜欢用红托法 在旁边啊 略做红托 用这种画法 石涛也用过 但是这种画法呢 要很巧妙 这个色呢 要若有若无 不能颜色太大 这样呢 就是感觉它是白的了 然后也有个别用白粉来画的啊 那个是 还有一种 就是从里往外 红托的啊 从花心 又里往外 这么红托 然后它是白的 然后我们现在给这个叶子 索一下色 这个叶子索色呢 一般的来说 就是上这个织绿 但有的时候会用这个石绿 这都没有一定啊 褶色 褶黄色 一般的这个花心 这个里边 可以点成这个褶色 也有的给点成黄色 这个地方还有虚 那么我们看 这是一种着色 个别的 还有的人画呢 喜欢上面加实率 这个实率色 一定要先拿这个织绿打底 直接上实率 太薄 这样它有一种 很亮的感觉 还有的是一种 就是拿褶色 用浅降的画法 勾勒一个边缘 顺着墨线 在那里 做一个辅沟 也有这么画 这个是我们大概啊 看一下就行了 也有的是用这种画法 就是不上别的颜色 把这个花呢 用这个褶色 俯勾一遍 然后不再上别的颜色 我们看这种白苗画法的水仙 一般宋元人 都是这样画 包括名人 都是这样画 我们现在再看 八大神人这一张水仙 我们看这是一张架作 它画的是水塘边山脚 这边有浓墨的胎点水草 这边有横的这种水塘的感觉 它为了强调它的白 这是在形式构成上啊 因为绘画发展到中国后来的写意绘画 就不把在线物像作为一个主要目的了 特别是写意绘画 就是表达人的精神和理念成为主要 八大呢 也是其中一个最巅峰式的代表人 那你看他为了在画面上形式 他让绘画回到绘画本身 回到绘画本身是什么意思 我画像一个东西 是绘画最初的功能 是它的基本功能 是要描绘图现再现一个场景 一个事物 但是绘画仅止于此 就是苏林波说的 绘画以形式 建与儿童林 他认为啊 只为了形式求形式而画画 这个呢 他认为这个见解跟儿童是相近的 他的观点对不对 我们说人们可以见仁见智 但是他提示了一种 就是中国画 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中 产生的 中国文化呢 是讲得意忘形 得意忘言 我们利用了这个形象 来画了一个东西 只为了画这个东西吗 我们前面说 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学 诗词 歌赋 曲艺 啊 京剧 所有的中国传统艺术 都不是为了再现一个东西 他更主要的是通过一个东西 表达一种东西 那么所谓回到绘画本身 就是他更重视对绘画语言的一种垂炼 这句话就是那句通俗的话 不在画什么 而在怎么画 怎么画就是绘画本身 怎么画就是回到绘画本身 就是重视绘画的语言的探索 创造 研究和追寻 八大 他这种绘画 他虽然有很深的意义 他有很深的气 很多很复杂 微妙 朦朦的情 但是最根本上 他还是表达了一种 我要画什么 我最后要怎么画 我表达什么呢 还是在事物背后 在形象背后的那个意味 西方的美学家贝尔说 绘画是有意味的形式 那我们反过来 在形式背后 一定要有意味 所以写意绘画 在本质上 要透过你那个写意的形式 要表达写意形式背后的那个意义 这才是形容 我们看八大这件作品 就体现了这一点 他为了衬托 水仙的这个白 把他作为主角 他架了起立非常酣畅的这个石墨 实际的石墨 我们可以理解成倒影 可以理解成水塘 可以理解成水草 都可以 那么这个造型 这个情节就更是显然的 所以这就是大价 我们说西方绘画里也有这样 但莫兰迪就画瓶子 这一生很多作品都在画瓶子 那个瓶瓶挂挂 很单调 对吧 但是他用不同的结构 不同的笔柱 不同的色彩 不同的构图来画 让我们觉得那些瓶瓶挂挂 都是鲜活的 都赋予了他的一种意味 所以八大也是 他利用了这个水仙的形 利用水仙这个物来表达自己的意味 这是绘画的真意 陶渊明说 此中有真意 欲变以妄言 这就是真意 这个真意 我们只能感觉 很难言说 如果非要言说 他已经在他的形象之中了 这个形象之中含着他的意味 所以这就是回到绘画本身 好了 关于水仙 这一讲 我们就讲这么多 观众朋友